11月16日,SMG上市影业一场名为《距离领航》的年度战略发布会亮相四川电视节。 当天,上市影业一口气发布了六个体材各异的大项目, 《八百合领先主演的长大》、《怀旧青春剧女人的棋》和电视剧版《致我们终将逝取的青春》等六部全新丽作一一和观众们见面,惊艳全场。 其中由人气明星李小璐加乃亮婚后首度携手,以夫妻党连妹加盟的产科男医生也是备受关注。 当天,贾乃亮也是特地从片场匆匆赶来,虽然是扮演一位妇产科男医生, 但是生活中当奶爸的经验让贾乃亮演起戏来也是得心应手。 我们甚至都可以当做顾问了,拍戏的时候呢,有这个这个抛妇产的时候呢, 我在旁边我都知道产前,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叫什么, 工就是就扒开这个,我都知道这些东西,然后比如说这些整个流程, 导演说,天啊,乃亮你是不是以前当过,你是不是以前当过妇产歌男医生, 因为我特别有这个感触,然后小璐呢也当做顾问, 然后这里不对,这里不对,然后认身期应该注意些什么,什么什么, 然后呢,我们的知识量还是蛮大的。 人气实力艰巨的王洛丹和雷佳英则在愚蠢导演的率领下, 在爱情叠中叠中上演一出80后小夫妻的恋爱乌龙记, 这也是雷佳英与王洛丹的第二次合作, 雷佳英爆料称,在戏中即将大谈恋爱的两个人, 私下却完全没交集。 没联络过,我不知道人家记不记住我,还不知道, 因为我们俩第一回拍戏是因为《嘟啦啦生日记》嘛, 她是女一号,我是一个三十场戏的一个小演员那时候, 然后我第一回见她的时候,我们俩在电梯里, 她在我旁边,我说姐你好,她说你管谁叫姐呢,你大爷, 她说以后你就是我大爷了,我才知道她比我小, 她其实比我小一岁,然后我们俩也是微博关注了好多年了, 也认识,但是这回我们俩在一起演,还没交流过呢。 老爸太炯将由实力派演员范铭和杨丽心挑大梁, 带来两个单亲老爸之间猫捉老鼠的炯人炯事, 脱下明星的光环回归生活,范铭坦言自己就是个普通家长。 我在家里我很普通,就是个普通家长, 而且我认为比较给我自己最大的, 就不停地警示我自己,就是平民心态,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,谁码都是富裕, 很感谢,就是他给你这个目前的挺好的, 就是你要尝尝,其实我连来七个月没拍戏, 我就跟家长在一起,跟朋友过去的同学战友都见聊天, 就平常一点,确实有些话语是有点脱节, 但你必须告诉自己,老百姓你才能演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